大家好,我是新闻民事事务所的杨律师 在这个系列的讲座中,我将给大家介绍关于美国移民的基础知识 我们常说的绿卡其实是美国的永久居留权 因为它的证件是一张绿颜色的卡片,所以我们俗称它为绿卡 而美国的移民申请主要分成两类 一类是亲属移民,另一类是职业移民 不管是亲属移民还是职业移民,申请都分为两步 第一步是资格审查,如果是亲属移民,那么就是递交按130表格 如果是职业移民,那么就递交按140表格 而第二步,如果申请人在美国境内,那么将递交I-485 将非移民身份调整为移民身份 如果是申请人在境外,那么将申请领事处理 获得移民签证在登陆美国 对于职业移民,主要分为EB-1到EB-5这几个类别 现在还有一个新的EB-6 但它并不是绿卡,只是一个短期的居留权 所以我们不讨论它 EB-5就是我们熟知的投资移民 而EB-4是主要针对宗教人士和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 最常见的职业移民是EB-1到EB-3这三个类别 其中EB-1分为EB-1A,就是所谓的杰出人才 EB-1B,优秀教授研究人员 还有一个EB-1C,它是针对跨国公司的经理人 那么我们将做一个单独的视频来讨论它 而EB-2又分为EB-2NFW,就是所谓的国家利益豁免 以及EB-2 PERM EB-3就只有EB-3 PERM这一种 其中EB-1B,EB-2 PERM以及EB-3 PERM都是需要雇主支持的 而EB-1A和EB-2NFW都可以由申请人自己递交 不需要雇主的支持 对于亲属移民 那么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 也就是绿卡持有者都可以为自己的亲属递交 对于美国公民可以为配偶、父母、子女 以及兄弟姐妹来递交申请 其中配偶、父母以及21岁以下的子女 是没有名额限制的 随时可以递交 那么对于年满21岁 不管是已婚还是未婚的子女 以及兄弟姐妹有一定的配额 那么他们可能根据国别的不同会有一定时间的排期 而绿卡持有者可以为配偶和未婚子女递交申请 好的,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 在今后的讲座中 我将针对职业移民和亲属移民做更具体的介绍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 可以给我们发邮件 谢谢